各位老師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是我們這次期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的第一場 這次期會有六個不同的場次 希望在各個不同的面向 來關心相關的這些議題 今天我們非常非常高興 非常榮幸 請到東海公司中心主任王崇寧教授 王教授曾經在任過東海國養教育執行黨 也當過宿舍的社長 他身體力行在過去這些年 除了在公司教育等教育品質的提升 他也親自的參與非常多社會創生相關的事務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非常榮幸 特別請他把日本在這樣的一個石頭性相關的做法 給我們做一個說明 讓他自己也自己立即加入到這樣的一個事業題裡面 我們是不是各位用熱烈的掌聲歡迎王教授 非常謝謝本位老師 還有淑慧還有我們工獎的老師跟夥伴 有這個寶貴的機會跟大家分享 日本直通信的實踐經驗 其實他也是個新挑戰 其實在這麼多年來 其實本位老師是我的老師輩的大學長 其實我們學社會學的 在我跟本位老師這個傳承裡面 本來就非常重視實踐 但是我們的實踐方法跟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社會學界的實踐方法比較不一樣 我們比較不會直接去參加街頭運動或什麼抗爭 但是我們都會去推動那種算是寧靜的社會運動 我們就默默地做去推 那也跟著工獎大學的董事長高成豬老師 有做了很多跟隨著體驗很多所謂的paramere的工作 但是就我個人來講 我印象很深 我第一次工作印珍的時候是到中山醫學院 那當時後來他們的校長 是當時他還是只是一個普通的教授 他問我一句話說你是學社會學的 會不會搞社會運動 那時候也的確沒有搞過社會運動 然後也當時的想法也不會很直擊 我覺得我學社會學有不同的方式 但是後來大概在2013年吧 因為東海工業區的那個空氣污染很嚴重 我就跟著學生去做了抗疫的事情 那現在東海對空氣污染也有很強的實踐團隊在做 但是他們有邀請我去參加 但是我這幾年不曉得是因為學國的關係 還是有不同的想法 還是本來就是這樣的個性 本來相反是這樣子說 我覺得還是要以身作折 以身作折 然後當然就是我們老祖宗的智慧 課己復礼 但是已經很多人不再相信這個道理 但是我現在慢慢的重新去體會 這個道理是什麼 其實說以空污的問題來講 在東海我們當然是責無旁貸 要去對台灣或中部地區的空污定一己之力 但是像我今天是因為車子要給它跑一跑 太久沒有跑 所以我今天開車過來 但以前我大概都會騎腳踏車過來 那我在東海騎腳踏車大概騎了 應該也十年了 騎電動腳踏車了 我還沒辦法騎那個 我還是海底要踩都會跑 那結果是深受我們東海一位宣教師 羅芳華老師的啟發 我看到他騎電動腳踏車 那我在想 對啊 在東海校園裡面應該可以騎電動腳踏車 那有一次 我常常在這樣想 就是說 以東海大學來講 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權力 是我這麼直接講 有沒有那個權力 去抗議空污的問題 因為空污的問題 我們在思考的話 它污染源大概 就我們東海的角度在看 這個團隊在看大概指的就是 中火 台中火力發電廠 但是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我們的交通的廢棄採放 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 anyway 我自己這幾年慢慢在想說 我們今天要去一個公開場合 表示一個意見的時候 其實我們自己到底做得怎麼樣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例子 所以我就認為說 我們東海去對空污表示意見的話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我自己來講我過不去 比如說我們圍牆外面 停了幾千輛的摩托車 甚至我想那個幾乎 七八千輛沒有問題 這麼多的摩托車 然後我們的轎直延伸 每天開車進來的排放廢棄 東海校園那麼漂亮 但是是不是真的做到低排碳的校園 有談了好幾年也沒有 不見得可以做得到 那其實這樣的想法 可能對東海大學 或現在大學有點苛責 其實 但是我們要想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我們長期來 我們對公共議題的關心 對社會議題的關心 但是最困難是什麼 我們自己到底可以撐多久 我們到底自己可以撐多久 其實剛才也謝謝粉若老師的介紹 那時候我聽到學校成立博雅書院 那當時我也是學校的一級主管 那我當時的態度是跟學校抗議說 通識教育中心搞好就好 為什麼要去搞一個博雅書院 就當時的陳海中曾經想說 聰明這個博雅書院跟通識中心是不一樣的 我說那Liberal Arts 博雅教育跟Generation 那Liberal Arts 就是不同的說法 好像都不一樣 後來他說 你是那個就會扶老師主任 所以你要代表學校跟校長解釋 所以你要來開會 那當時去開會 他們沒想到那次會就是要 那個籌備 正式要籌備博雅書院 那時候就當副手 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在這個 這麼理想性的教育裡面 其實很煎熬 真心不要做 真的太辛苦了 非常非常辛苦 我想可能老師很清楚 書院教育最關鍵就是 老師可不可以伴隨學生 這是伴隨學生喔 你真的要陪伴他喔 當然不需要說24小時 但是你有沒有近距離的跟學生 Living together 甚至learning together 那我感覺說 以前有跟高成書老師 Living together 也learning together 所以這個事情對我來講不會太難 但是就我一個人來講不會太難 但是就一群人來講 他們有這個經驗來講就很困難 所以那時候推得很辛苦 非常非常辛苦 那到現在博雅書院十年了 我記得第一次我們的有政治畢業生的時候 一位老師他站我旁邊說 聰明我本來以為說書院大概一年就game over 沒想到還有畢業生出來 那其實現在已經十年了 第十年還活得好好的 其實我記得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曾經排排過 後來決定不要再負責 博雅書院的主要行政工作 但是我現在還是博雅書院的導師 但是那時候我在做一個抉擇的時候 就是我跟我太太討論說我不想做 其實那時候我還沒意識到說 在大學當主管 不幹是最大的 不幹最大的 動不動就第十層 我不幹了 我不幹了 那你不幹竟然有推論你才當教授 但是我那時候就開始在反省說 這個常常說不做不做 這到底對不對 但是我太太講了一句話說 人家捧了幾千萬上億 然後去執行這麼理想性的工作 很多人想做還沒有機會做 你有機會做你還在那邊 還在那裡猶豫不決 但是我還是決定把它辭掉 但有一些內部的問題我就不多說 但是我辭掉 不小心執行長之後 我就回去接空中心主任 但是那時候整個東海的通過教育 就是要翻天覆地 要大修 真的要大修 那我就大概協助這樣幫忙去整理整理 但是還不見得很好 還是很多地方要改善的 但是我做完第三年的時候 我們的校長 新任校長 當校長說 2015年 東海要成為一個博雅教育大學 你知道博雅教育的人 聽了之後全身都會發抖 發麻 怎麼可能2015年 把東海改成博雅教育大學 因為博雅教育中 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要低師生比 高師生比 最理想的方法大概就是1比10 或更像牛津劍橋 大概1比2 1比1這樣子 這種程度你才可以辦得好 但是校長已經announce了 我跟當時的學務長談完之後 學務長要負責宿舍 他說這樣好了 我就持續衝衝主任 我跳到21棟去當司官長 因為當時我真的意識到說 一個大學裡面將軍很多 軍官也很多 但是沒有司官長 像我要去那個宿舍的時候 認識我老師全部給我踩煞車 他說第一個跟我講 童明你吃飽太鹹了嗎 我說沒有啊 他說你現在已經是教授了 要享受清閒的日子 你怎麼去管宿舍的事情 你知道宿舍多可怕嗎 我說多可怕 他說那個有人晚上去刷牙 忘了把漱口被帶走 你還在吃東西啊不好意思 就先跳過去 反正裡面有關怪物理的事情很多 還有一個學生跟我說 他有一天去男生喔 他去宿舍洗澡 這邊一開裡面一個女孩子 他嚇壞了跑走 我說是裡面的人嚇壞還是你 你嚇壞 他說是我嚇壞的 那女孩子很淡定的就把他們關起來 其實在宿舍裡面的生活 真的是關怪物理 你去宿舍看 有時候我去宿舍看學生 你知道突然停電你知道嗎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你能夠聽到所有髒話都噴出來 是可怕的 然後我在宿舍感覺到 還有一個老師來跟我講說 通明老師 你這個是違反大學精神 你一個老師去干涉學生 在宿舍裡面的生活感 但是我在宿舍的時候 包括我剛才講的去 空屋的問題 教育改革 或者是學校的宿舍時間 其實我是越做 心越練 拖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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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我們要想方設法 心點子不會太難 但是要做很久就很難 對不對 你可以撐多久 那我現在 國小書院老師是第十年 其實很幸運 像我昨天 我 我們到製造腰包 現在書院給我們一些錢 但是我們一直製造腰包 大概我的演講費審查費 大概都丟到那個 帶學生吃飯 吃喝玩樂 而且他們建立感情 然後才可以起來 那其實這是很花錢 不容易 那 我要講一句就是說 當我那時候在2014年 決定去當宿舍的士官長的時候 我一個念頭很強 我要有宗教性能 我說不上來 就覺得我要有宗教性能 因為我發現東海的宣教師都很強 因為他們很強要宗教性能 但是 因緣的關係我沒有選擇基督教 因為我太太是佛教主 如果我選擇基督教 可能就 也不見得會有宗教戰爭 但是 比較不一致 那我太太很 很開放說 你要去教會就去教會 後來我還是選擇跟我太太去學佛 那 我學了佛之後我才發現 哇 大聖佛教的實踐精神是很強的 非常突失的 非常非常突失的 然後我跟著那個宗派 那個 創辦人是非常那樣實踐感 我就很感動 但我就開始在摸索 但是我在摸索過程裡面 開始有些事情會發生 我剛才講的那種詳句就是說 我真的體會到課體副理 才是做社會實踐最重要的力量 但是這個力量其實在 我們老祖宗已經想清楚了 我現在有跟著幾位老師 但是現在我是跟著學生 每禮拜六早上 我帶他們去吃無毒早餐 或是健康早餐 七點半 然後到十點我們就去讀書 讀倫語 譬如說 倫語的第一篇 第一章 薛兒實習之 對不對 福於樂福 有彭志遠芒來 福於樂福 人不自得福運 福於禁止福 對不對 其實這三段六句 為什麼擺在倫語的一開始 其實它是有結構性的 我們看起來好像是有點沒有結構性 仔細看它是有結構性的 你看孔老夫子 有一次我跟金城中學的學生演講 那是博裔的學生 他們校長很有心帶了一群學生來東海 還把所有的院長跟中式中心主任派出去跟他們演講 那我就問了一個博裔的學生 我說 你對孔子有什麼印象 這學生不加之佐 他說 那些人都練小學 你知道 他們導師 陳老師 後來還因為這樣 聽我到金城中學演講 他老師的臉都變成鐵青 後來我跟他說 你真的講得太好 那學生的眼睛都還亮起 你看孔老夫子周遊烈果 哪一個諸侯理他的 每一個諸侯都認為他臉銷尾對不對 他被暈點頭了 但是孔老夫子他 為什麼講到學而時期祖敦烈果 對不對 有同志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應不亦親自 我就要搞過來學習 你看他周遊烈果 那種理他對不對 他還認為說 他是快樂 他是快樂 要認真學習 那事實上在那個亂世裡面 在那個亂世裡面 孔老夫子 當然他對跟末家的對話 跟法家的對話 然後跟這個道家的對話 非常精彩 那我們可以想一想 當然這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為什麼歷朝歷代 會獨尊獨術罷出百家 但是他是表示 這個表面上是獨尊獨術 當然主持裡面是法家 但是最起碼 沒有人擺對獨家思想 一直到民國初年的時候 才有人要打倒獨家戀 但是現在當然 中國大陸開始地上獨家精神 有他的想法 但是我現在先插話一下 因為有個姻緣 我在跟朋友成立的一個 大致客店管理主任的公司 那我就帶著一群企業家 一群企業家 應該是說一起共同 大家很難想像 他們願意讀論語 也願意讀孝敬 然後我們讀書裡面 再會介紹 他們感受最深的是孝敬 其實孝敬是一個領導學的 領導學 我們老主動的智慧 我們還讀了道聖和服的詞 日本經營之聖 道聖和服 Tocera 金池的大老闆 還有兩家公司 都是全世界前五百強 然後秋山立揮的 將來金子 還有我們還讀了 所以待會我會給大家看一個個案 我發現日本人 作為中國老祖宗的智慧 特別是孝敬 非常非常執著 而且身體力行 身體力行 那我接下來要談的這個疾痛性 對我講 就造成一個當頭幫和 其實我剛才講的是說 我們學社會學的人 一定是以天下為己任 一定是這樣才會把社會學讀好 要不然沒人會去讀社會學這種知識的 如果說你把社會學學當成一種knowledge 可以在人世間遊走賺錢的工具的話 社會學會讀不好 但是當你把這麼大的責任扛下來之後 其實你會有壓力的 你會不知道怎麼做的 那我們在學社會學的過程裡面 還好我有用到很好的老師 會告訴我怎麼做 但是大部分的社會學的教學 或者社會科學的教學 都把當成一個knowledge 告訴你怎麼用 怎麼去仁舊 怎麼看待對方 其實對方都是實名的什麼 都是你的天秘體 並沒有跟你們發生很強的關係 那我在去年二月的時候 有機會接觸到實通信 當時只是一個姻緣 剛好一個讀書位的朋友說 聰明老師 我們有實通信 我說什麼是實通信 我搞不清楚 他說我們現在缺一個場地 我說那到東海來啊 幫你接一個場地 沒想到這個事情是這樣開始發生的 那實通信的創辦人就來東海 然後我跟他就有一面之眼 聊了一下 那我們為了要辦這個活動 為了把實通信的相關的書 把它讀完 那個書我印象很深 它是時間限時批本書 我讓你帶來 我就在網路上買了之後 買來之後我就放到我桌上 其實很忙沒有時間 大概兩個禮拜以後 我發現說已經快要辦這個工作房 我應該把它讀一點 那天印象很深 我九點一把它翻開 我讀到十一點才把它放下來 我說我該睡覺不能太晚睡 但是還沒讀完 我發現那整本書已經把我當頭棒了 他需要說 能夠真正的去懂 去關心每一種關係 每一種relations 每一種關係 待會跟他解釋 甚至要願意去什麼 修復斷列的關係 其實我們學社會學都很知道 現在是一個異化的狀態 我們自己跟自己的生產工具 產生一種斷列的關係 我不再連結起來 我不是說以前的那個木匠 這個小桌子 都是他自己做的 包括如何去選木頭 對不對 然後木紋 木質 包括整個桌子都要做的 所以他這個小茶几做起來之後 跟他有什麼 他生命是連結的 但是你現在可能只是做貼皮的 可能做什麼 做桌角的 然後鎖螺絲 你慢慢的變成部分的靈界 其實坦白說 我們現在已經有這樣的狀況出現了 我們所做的事情 跟我們生命是沒有相連的 所以我們關係是斷列 包括我最近感觸的一件事 由於東海的高中先生 我也提出一個過程 就是teaching這件事情 我們把teaching這件事情 教育這件事情 太專業化了 teaching本來是 我們人類要活下去的一個本能 對不對 你在那個狩獵時期 你要告訴你的下一代 怎麼樣去狩獵 對不對 然後都是口語相傳 也不知道沒有什麼文字 teaching本來是 人類一個很強的功能 但像我們的teaching變成什麼 父母親這樣講的話 就是這我不懂 你去找你老師的 這不懂你去補習班 這不懂你去安心班 這我不知道去補補補 到處去找不同的老師 所以teaching變成那種專業 那同事的專業工作人員叫teaching 其實我們在教育的關係裡面 也專業很好 那 高橋先生 再會講他的故事 那 他用他的生命去全力 編輯東北時通戲 好 這就是東北時通戲 待會再看 那有一種東北時通戲 或許大家可以參與一下 這邊還有一種中文版的 我們有的朋友 幫他打來當一種中文版的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那高橋先生 我有特別問他說 你在大學裡面主修是什麼 我們高度懷疑他是主修社會學 後來他是主修經濟 但是他讀了很多社會學的學 那 很謝謝高橋先生 高橋博士先生 讓我從這個 修復社會關係 希望可以找到具體的實踐方法 當然我很喜歡看日劇 然後我對日本 還不至於是崇拜 但是我很 很讚歎日本的一個事情 當然以前我說不清楚 我現在跟你說得清楚 我們現在對日本的稱讚不是魅力 我看了一本書叫做《茶之書》 《鋼桑天心寫》 這是一個茶道老師推薦我看 我拿到之後也是 愛不適者就把它讀完 非常薄的書 他講了一個事情 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 他說 忽必烈有兩次攻打日本 因為颱風的關係沒有拿下日本 他說這件事情 對日本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個大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在忽必烈沒有拿下日本的時候 日本可以在這個島國上面 非常非常的安全 非常非常安全怎麼樣 去整合儒世道 去整合儒家思想 去整合道家思想 去整合佛法 甚至他們也來神道教 所以他可以在這個地方裡面去做 很好的整合 另外一個更可怕的印象是說 當黑船 美國黑船 到日本的時候 他們準備全來西化 他們把整個東方文明 做了這麼大的融合之後 在木末時期 他整個去撞擊西方的時候 他是代表著東方文明 去跟西方文明對話 非常精彩 大家有機會看版本農馬 或西鄉民生 他們這些大小法律通 他們這些人 當然這故事非常複雜 那從我的角度再看 我覺得高朝國之 他本身有忌受了整個東方文明 在社會實踐上的一個很長的力道 他自己也不清楚 也是他來的時候 我跟他說 你一個同鄉 在台灣貢獻很大 叫做伊能家居 就是台灣總督府時期的人類學家 他調查了全台灣的原住民的那個調查 他1895年 當接收台灣沒多久之後 他就跟著總督府到台灣來 然後他在那個萬華開始騎腳 走了一百多天 用走的喔 走到那個屏東 他們是行腳 我說你的那個 你的同鄉也是岩守縣的同鄉 也做了跟你類似的事情 他不認識伊能家居 高朝國之不認識伊能家居 就是說 他們那一代人 他們不見得彼此都認識 但是就像上禮拜 我聽到高晨淑老師分享 他們有那種collected advantageous 有集體的那種潛在意識 他們自己不知道 那種旁觀的人 講得比他們清楚 那其實他在 高朝國之先生 他是岩守縣的花 東北岩守縣的花角師的人 那他高中畢業的時候 去考年考 考大家年考 沒有考上 到東京的青山學院讀書 那他畢了業之後呢 他想要當記者 但是又找不到 他變成那個 在東京的那個 所謂的找不到工作的那個 流浪漢 後來他去幫忙助學 他就對他自己死馬當活馬 然後說乾脆算了 他回岩守縣花錢試算了 他回去之後 他做了一個事情 因為他還去幫人家助學 累積這個經驗 他竟然站在那個街角 十字路口的那個轉角 他開始演講 他要求他自己 每天要講兩個小時 沒有人也要講 他開始講 對空氣講話 對車子講話 講兩個小時 他真的有這個能力 但是我少數看過日本人 不用PPT 然後被侃侃侃侃的人 所以一直講一直講 講到最後面 他左營右舍都去他 跟他爸爸講說 你的兒子不要在那邊丟人獻眼 請他趕緊回東京吧 因為太丟臉 因為他其實還是鄉下 然後他爸爸叫他回去東京 不要在這裡丟人獻眼 但是他還是堅持做 做到有一天 突然一個小學生 經過了哪一瓶礦土城 給他說 街道先生 拜託你 要撐下去努力一點 然後下大學的時候 有那個 給他的同鄉開車過去 就拿那個很熱的咖啡 給他喝 就沒想到說 他慢慢得到大家的認同 他是在日本政治史上 我想最起碼在岩手線 沒有政黨 沒有裁法 沒有任何澳元 只靠張嘴 站在街頭 選上岩手線線議員的人 那沒多久之後呢 但是我先講一下 他這個過程裡面 他醒腳 他想說他是議員 然後呢 他就親自去跟 每一個選民 面對面 告訴他們說 你們希望 這個岩手線的預算要怎麼用 面對面的 面對面的講 結果有一次他第一場的時候 他去跟那個 面對面的時候沒有人參加 沒有人參加 他第二天就站在街頭開始講 你們這些人呢 我開城布公跟你們的溝通 然後你們都對 憲政那麼不關心 從此以後你們是會抱怨 不要再跟我講什麼事 就第二場的時候 來一個太太 這個太太來之後呢 就一直在抱怨他先生 高橋先生也把他聽完 就沒想到 這個太太 就出去開始 開始哄嗓 這個高橋先生 這個議員還不錯 聽他抱怨 他先生抱怨了兩個小時 很認真 慢慢他辦了一個座談會 叫微座 就有人來 他在 他辦了三百多場微座 非常不容易的 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個人 那後來三音大海笑 然後他就依然 決然出來選 嚴守縣的縣 結果他第一高票落選 沒有選上 但是他沒選上 他口袋也變得很淺 他就開始 就開始 也不曉得自己 下一步要怎麼走 他有很多想法 他一個想說 他去看他的朋友 阿布先生 就是他那個東北石中心 那個牧力的第一期 他發現他這個阿布 阿布先生 他的朋友 所有的身材 很多人來 重牧力的那個身材工具 都被沖走 很辛苦 他就開始去瞭解 原來生在農村 漁村裡面的 這些這麼好的 生產工具 生產的方法 一直在流失 日本的那個人口老化也很嚴重 他開始去觀念這個事情 然後他開始 反思他住在東京都裡面的 東京都裡面的這些年輕人 常常不知道 在農村裡面 生產的 生產價值是什麼 比如說牧力怎麼生產出來的 搞不好現在同學 以為牧力長出來 就這樣軟軟的 我覺得他是殼 然後要慢慢的養 長大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剛開始他的時候 只是說 是不是來幫助阿布先生 然後把這個 牧力把它載配到 東京裡面去 對不對 然後讓他的生氣 可以更好一點 他發現其實日本這種冷凍的 這個空調的運輸 其實很發達 非常非常發達 也不缺這個 那剛好姻緣季位 他的朋友裡面 有記者出身 有美編出身 然後就四五個 然後開始談 他剛開始談的時候 你們很理他 但是他有一個朋友 對他的訊息 對他的想法 很重視 就開始跟他討論 他覺得有可能 後來他們決定要編一個 副食材的雜誌 大家看到這個石通信 其實他是一個食箱的 那裡面有食材 比如說他是魚 他裡面就有魚 然後會告訴你 要怎麼去吃 那我比較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比較是實踐的部分 他第一個觀念 他就是說 他說我是洗手 他說我是洗手 他怎麼講的 仔細聽 他說如果這世間 真的需要這面洗 不管是人或錢 才一定會匯聚過來 你們相不相信 他說 這個人世間 如果需要石通信 他不怕沒有錢 他不怕沒有人 他不怕沒有人 這個心靈要躲起 那是一個前提條件 什麼條件 就像日本人對我們那個 孟子一句話 非常非常推動到 自成而不動著 為之猶豫 自成就是 那個 自成就是 你如果真的很誠心誠意的話 沒有什麼事情做不到的 日本人相信這個事情 那 我讀了這句話之中 我的感觸很深 由現在大學 這條報應是沒有人 還有沒有錢 但是我常常發現 以我現在來講 我真的不缺錢 我真的不缺錢 我現在錢多到 我真的不曉得怎麼辦 我還很頭痛 動不動就給我50萬 20萬 100萬 200萬 有一個計畫我不想執行 我給它隨便亂寫 還通過 我想說 這些錢 對我來講 壓力很大 我第一個討論是什麼 這筆錢 花完說 還能夠做多久 要不要繼續做 就是把這20萬 30萬 50萬燒完之後 這個事情我不做 我要持續做下去 但是 在大學裡面 人也很麻煩 今天有一個老師 跑來跟我說 聰明老師 你推速速學習那麼辛苦 你找個老師來幫你嘛 我說我當然知道 就是找不到 對不對 但是人家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比如說有一次 我跟本任老師 去北京大學 我住的那個中關村 安排住的中關村 外面貼著那個 西南聯合大學的相片 我當然想起 我以前高中讀的 魏央哥 大家想想看 當時在逃難的時候 這西南聯合大學的 設備其實都不好 你真的也是沒有一個年輕 但是還是培養出很多的人才 但是我朋友跟我講說 聰明老師 你不要忘記的 那個都是一流的人才在那邊讀書 但我的看法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 如果說 這個 世間真的需要正面期 人跟錢財一定會來 但是我要反過來講 現在我們的社會改革 社會的任何的各種實踐 包括教育改革 就我的標準來看 真的不缺錢 也不缺人 那問題是什麼 這些人跟錢連不起來 我們東海要推思農教育 然後我們想準備要 讓同學吃得健康 然後我常常去日翔神經飲食 他吃飯 他們有早餐 他已經恢復了 他早餐非常棒 你們學生可以去幫他打個廣告 學生還問我說 同學老師 你是不是有股份在這邊 我說我如果股份在這裡 我就不用再大學交錯 他早餐才一百九十塊 加一張醫生服務費 兩百 大概兩百億左右 非常值得你去吃 他是把對 過往他早餐 吃到飽 在日翔神經 星期日那個字 那個 翔和的翔 你們去看一下 那 以這家生機飲食來講 他 我們東海 有辦這家生機飲食的所有條件 我們有景觀系 有餐旅系 有持久系 有氣管系 有社會系 有建築系 我們東海像裡面那麼漂亮 要蓋一個日翔生機飲食 一點都不困難說 這樣翻過來就好了 對不對 但問題怎麼樣 就是翻不過來 人整合不起來 錢怎麼合不起來 那我們要把人跟錢整合起來怎麼做 高雄做到 我大概跟大家講 然後呢 他的信念就是說 他把食 日本的カベルー也是這個字 他把它解釋成人糧 人糧 食是人糧 但是 古字食不是這個意思 是一個主豆的性 加一個蓋子 他說想要食物的背後的真實 都被看到 然後呢 要讓生產者的食材 跟背後的故事怎麼樣 一起送到消費者的手中 要串聯生產者跟消費者 要把關係修圍 我先講一下 當台灣很多人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很多年輕人想做這件事情 想編食通信 現在有 女通信 有旅人食通信 有旅人食通信在北部 有東台灣食通信 這個也變出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9月份 12月份有變出來 這是我朋友變的 然後還有雲林食通信 還有東台灣食通信 然後上個月吧 這個月月初 有在東海集會 那 很有親的年輕人都在一起 大家分享 但是你知道最困難是什麼事嗎 他們還不大相信這件事情 年輕人第一個想說 我沒有錢怎麼變這個事情 我沒有人怎麼變這個事情 但是高橋完全不想這個事情 他完全不想這個事情 他完全不想的喔 他一路往前衝喔 他相信 只要他堅持某件事情 人跟錢會來的 我待會再看看怎麼做 然後呢 他要做聯繫的工作 他要把 農漁業 不單單只是生產 他要把海洋 土壤 人都市 整個用生命把它聯起來 你看他寫的那個東北食通信 其實很像社會學的一座 充滿了這種 分飾技術的力量 但是他又很正向 想要去做一些改變 然後他把它聯繫 然後呢 他形成一個支持系統 他 他是一個很棒的實踐方法 他這裡面的食通信 就是要聯繫人的關係 他不是一般的雜誌報導 我在理解這個事情 我就問我自己一個問題 東北食通信或食通信 跟一般長大字 如果一樣的話 不用花力氣 也不用花那麼多精準 去做這些事情 對不對 是重疊的嘛 不需要多這一本 如果需要多這一本 要多什麼東西 一般我們來講 他做起來之後 我們會是講說 越定 經濟規模越大越好 對不對 越多人定越好 對不對 他說不行 第一個 他去報導的這些農民 都是非常有心的 他產量本來就不大 你把我搞太大 會把他累死 但另外我的堪訪是說 你讓這些農民 當然他也不會這樣 他本來就是有心人 他們不會做大規模的 那個開發 或銷售 他本來就是限量 所以他的食通信 以東北食通信來講 高橋國資親自編的 他只限定一千九百五十分 一千九百五十分 他不會說 我今天編出來之後 就是全日本遍地開花 然後賺保這些錢 然後再去做轉投資 他不是這樣想 他說 他就是專心的把食通信編好 然後經營社群 他要形成一個 CSA 就是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他形成一個所謂的 相互支持農業系統 他把它連起來 那他做了很多考據 他發現說 這個概念 原來是 他以為是歐洲的 以為是美國 這個概念最早是從日本起來的 那他要建構什麼 人跟人 要把這連起來 雙方連起來 他才是社群裡面 學習自助 練習互助的模式 我今天早上 我有門課叫校基的課 然後帶學生讀校基 那次還要實做 那我們就跟我們校友合作 在我們東海山上 他有一個東海美食育基地 做得非常好 然後社區居民開墾一顆地 那現在這個社區的居民 這個地呢 會跟我的學友村合作 那早上呢 他們在幾個月前 到我們學生做菜箱 菜箱 種菜 那菜今天收割了 然後起來就到 我們的餐廳 大家一起共作共識 把這整個選起來 那我們希望說 能夠讓 讓學生去學習CSA 但是這個很不容易 不容易 再過來 我剛才講的 他有限定讀者的最大值 然後呢 他說了喔 帶給我們什麼 選擇伸展者 更多的自由 欸 他知道什麼可以碰 什麼不可以碰 碰過太多 從事社會實踐的人 一碰到機會就跑去了 一碰到機會就跑去了 但是高橋先生很清楚 他什麼該做 什麼不能做 什麼可以碰 什麼不可以碰 然後什麼是他堅持 他非常清楚喔 非常非常清楚喔 然後呢 為什麼對 時通性那麼推崇 其實在日本的社會實踐精神裡面很多 不只有這一個 那是因為我跟企業家讀書 也包括台大的黃靖傑老師 推薦我讀這本書 文語算半 其實很早就聽過 但是一直沒有動力去讀他 那我跟著企業家朋友讀完之後喔 其實社會榮儀先生在1914年的春天 有踏上中國的土地喔 他對於當時整個東元大戰 軍閥大戰 他難過的掉下眼淚回到日本 社會榮儀運氣很好 從木末 那個木末 然後明治大政昭福 他活到92歲還是96歲 一般在木末時期的武士喔 大概三十幾歲就被幹掉了 他還可以活過三個朝代 三個朝代 然後呢他幫日本的銀行 全部全面現代皇 然後他從小就是熟讀 左亂春秋四處五金喔 非常非常年熟的人喔 然後他踏上中國的土地說 這麼偉大文明怎麼會亂成這個樣子 他就靜下來思考 他說我們的儒家精神到宋朝之後 很可惜 以前我不瞭解元朝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元朝對中國的影響是顛覆性的 就顛覆性的 那你看鳳雲理學以後 我們的讀書人喔 在諮刑合一的力道上是很弱的 其實東海大學的設立就是要 有一個很偉大的裝置 就是這些圈教士喔 在中國大陸曾經推行的 十三所基督教大學 這是後來才知道的 就他們給他下一個結論是失敗的 所以他準備到台灣來辦 第十四所基督教大學 他這 為什麼東海要勞做教育 為什麼要小班教學 為什麼要推動國雅教育 他們就希望能夠把儒家精神 跟新教精神結合起來 重新去改造我們的讀書院 他發現我們的讀書人喔 是視體不情無骨不分 我跟他講 我在大學教書教那麼多年喔 我的感覺上 像本月老師這樣 是非常非常少的 大部分老師喔 是我這麼說喔 我想大家也會同意 就是越來越窄 很像窄男 而且會以窄男文化作為什麼 他作為教授應該有的面對 這個我不會喔 這個我不會喔 他搞不好連修水龍頭也不會 什麼都不會喔 大概是不是會啊 這東西會 但是你請他去做這種食物的操作 感動很難 非常非常難 即便是工學老師 都可能有這個問題 那這個 社群雲先生提出四魂傷殘 他說用中國人的儒家精神 然後呢不能只是光說不戀喔 要以商場作為精士之用 然後來重新發揮他們的 重新去發揚他們的五十道精神 然後這個是四魂傷殘 是從哪裡來的 是從兼元道真 在九世紀 他提出的叫和魂漢殘 要用日本人的精神 讀中國人的古籍 和魂漢的九世紀 我今年煮假去了 荷蘭的萊登大學 我看到一個詩牆 就是今天道真寫的話 我被震住了 我就發現說 哇我的天啊 我們台灣人是以 中國人是以 趕走荷蘭人為榮對不對 但是你去日本看 去荷蘭看 我看 我以為荷蘭種了很多玉金香 其實沒有 荷蘭的家戶戶前面種的 都是繡球花 都是薯葵 你看龍貓裡面有 他們種的是日本植物 後來我很好奇 我去看一下 其實日本跟荷蘭的 互相交流是很密切的 包括像當時的 日本要開放的時候 所有的宣教師都跑了 只剩下荷蘭的 他們叫藍學 其實他們是互相在交流的 那我剛才講的意思是說 我從這裡起話是說 其實Tabello自行 可能 就讓我講的 可能是 我們知識生產者的價值跟 知識消費者學生 是我這麼說 我真的覺得現在大學交流 跟超級市場差不多 學生一直抱怨選不到通識課 我常常問他說 你選不到通識課 就去旁經就好啦 非者一定要選上嗎 最好你去超級市場 滿醉所以牛奶買不到 那你買其他牌的 反正都差不多嘛 他不行 他就一個腦了 死腦筋就一定要這麼做 那我們現在時動性學習 不是只是促銷產品 我記得很多人都誤解 以為要促銷產品 其實不是喔 他要積極的恢復人跟人的關係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教育 相信在你們找裡面 那當然這個我就跳過去 Believe是很重要的 那這是我現在的夥伴 有日本時動性 有跟他們互動 然後有大致設計 我待會介紹 我現在是協助在讀書會 然後東海有食農的 食農 農食育或食農教育的課程群組 我們現在正在整合 然後還有利人基金會 還有實踐場域 還有我現在把幾個夥伴把它整了起來 另外我一個很棒的學生 他會幫我開四四人流行的課程 就是NHK訪問了一百個專業人士達人 那他要幫我設計成一年十二個月 然後來帶有興趣編時通性的人來讀 因為我覺得 時通性唯一的認為是完全不能妥協 對於修復社會關係這件事 絕對不能妥協 然後呢 要不然會被商業意義衝突 把它清除掉 那當時我印象很深 在去年二月 高橋國際來的時候 有很多人對時通性很有興趣 一直問 那我聽完之後 我有一個感覺 我就跟高橋先生分享說 我覺得時通性 有個感覺它的難度非常高 它是要用全身的力氣 一輩子的力氣下去編的 後來高橋先生在結束的時候 他跑來跟我握手 他說 我很像他當時在編時通性的夥伴 其實他有點公文 日本講話比較客氣 但是他的意思是說 你可能有抓到一些滅寒的精神 因為今天很多人要編時通性 都還是把它當成是農產促銷的雜誌 我覺得不是 他使命非常強 非常非常強 他是一本很強的社會實現的力氣 一個寶劍 但是他是帶有利他精神的 那他就是要修復社會關係 他不是用來盈利的 絕對不是用來盈利的 那他後來講 他說 日本常講的一身賢命 對不對 他用一輩子的力量編這個 而且他不主張 你全心全意編時通性 他說 他目前全日本有三十九份時通性 你們知道三十九份時通性 唯一賺錢的就只有東北時通性 但是有些人是新聞主編 他覺得很不錯 他出來編的 又家庭主婦出來編的 又仲介房仲業出來編的 還有什麼 輔導高中的學生出來編的 他們十月份要來台灣 輔導的高中生 有一篇文章 他們經過大同意 我沒辦法給大家看 高中生人可以編 那我現在在東海 我還沒辦法 全力去做這個事情 我在學校有帶十個學生在編十通性 四邊 我覺得這難度很高 最高難度在什麼地方 我待會給大家講 我先講一個故事 很快跟大家講一下 這家公司他永不裁員 他不讓任何一個員工遭受危難 他永不裁員 這家公司已經五十幾年 永不裁員 然後立志成為百年企業 他不賺熱錢 這種所謂的熱錢 突然一波風的錢他不賺 譬如說 有一個超級市長跟他講說 我在全日本有一萬個店 你只要把你的東西給我賣 你一年可以多賺數億或數十億 他不為所動 後來他的員工呢 一起求他做 他勉強做了 結果熱潮一退 他就要裁員 他不裁 然後機器車隊他也不浪費 所以他的成本增加了 所以他只有那兩年 過利沒有15% 這48年來都是高收益 都是15%的賞 然後呢 他不做世界第一 他說什麼 世界唯一 比如說他產品開發出來 發現有人模仿他 他就讓他去做 他不告他的 他就讓你去做 他永遠保持他的世界第一 不宿敵不打價格戰 不斷引發 然後呢 他協力廠商 下游的廠商 報來單價 比如說這100塊 他發現說 應該要120才做得起來 他說你真的做得起來嗎 他會主動幫他提到他的 報價的單價 然後呢 他不跟社區的居民爭議 也會讓出入權 比如說他們日本是佐駕 他可能要這樣轉 但是他這樣轉的時候 會跟居民要去學校 會衝擊 他們就所有的 員工的車子 就跟什麼 跟居民一起繞一圈 要隔到公司 請願多繞一圈 然後呢 他們到超級市場去買東西 都主動停到 主動停到最裡面去 主動停到最裡面去 然後呢 前面的位置讓給誰 讓給社區的居民 他們非常非常重說 然後 這個故事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跟大家講 這是一個千真萬確的故事 本來會問大家 他是一個虛假的還是真的 他真的是一個千真萬確的故事 然後 目前的TOYOTA的色彩 風田章 人家問他說 那個華爾街日報 問他說 當今事實上最值得您 學習的企業 是哪一個企業 他說就是Ena 這是華爾街日報的記者 是美國人 以為Ena 是全世界前五百強的大企業 結果找來找去 竟然是日本長野縣Ena 是一個四百人的公司 這是他們的 他是做寒天的 後來慢慢不斷 因為不數據 不斷一直研發 做了很多美容的附加食品 這是他的公司 工廠 比東海大學很漂亮 這他的員工 四百多位 然後是他們的花園 有些人 還會 不知不覺到這裡之後 會把樂器拿起來表演 然後 幼稚園的戶外教學會到這裡 然後 這是他們自己整理的花園 欸 主要是要到幾點 到一點喔 哇 那時間快到了 不好意思 那我可以講一下喔 那時間關係喔 我又很快跟大家做一個體驗 就是 十通信大家看到這些 這些 這些 雜誌齁 他們都編得很不用心 但我今天主要跟大家講 我們第一次看到十通信的時候 不怕他的圖像 不怕他的編織 他的理想像 我們都會為他所感動 都會想要去做 但是 我這一年多來的體驗 包括我繼續實踐 我覺得最難在什麼地方 你的心有沒有Ready 我剛才為什麼跟大家講這個 Ena 食品主事會社會的個案 你心如果沒有練習好的時候 你一腔熱血 你撐不久 我現在在 為什麼回到剛才我講的 我在保養俗院 公司教育的改革 或者我做的住宿學習 那做了一些社會時間的工作 我這麼多年來 我真的覺得 最困難的就是 你可以堅持這個 你可以堅持多久 所以用一輩子的事情去堅持 對不對 這要不要練習 這要練習 所以我現在慢慢的 對於想編織中心的夥伴 我想慢慢把他們 就我所能幫助他們 他們可不可以把心練久一點點 這個不能只是三天打魚 三天賽網 因為時間關係 我先到這邊 那一條 同學沒事吧 對 各位老師 大概有同學們什麼問題 其實那個 王老師 他 是一個非常棒的老師 他不只是會理論而已 他還會身體力行的去實踐他 實踐他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各位同學 還有各位老師 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提出來跟他討論 我相信一定會收穫非常的多 想請問一下這個通訊 想請問一下老師 這個通訊有所謂的商業模式嗎 就是說 當然我們是 剛才您分享的 日本的時通訊 他是限量的 那他是怎麼樣去 就是起碼是cover他的支出這樣 謝謝 他其實他 這是一個現在的模式 就是說 其實 時通信有點要反資本主義 但是 他也不是要把資本主義打垮 我們這麼講 其實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 是不完全是錯的 問題是在什麼 是你生產者 或者是企業家的心 擺在什麼地方 你擺錯了嗎 像馬克斯講的 你本來賺那麼多錢 但是你把這些錢 都用成王子自己 增上去 對不對 就不對了 我們要分配給所有的利害關係人 要分清楚一點 但是問題來 原來共產黨不是這樣搞的嗎 就搞到這邊 大家都不想工作對不對 大家就不想工作 但問題在哪裡 我們怎麼樣去 他現在的商業模式這樣 他一份是2950塊日元 他要收費的 其實不便宜 要付食材訂的 那他會透過第一戶找的錢 來支持他的運作 他現在在 以東北時通信來講的話 我們估算過他一個月大概600萬 一年大概600萬 才能夠 才能夠 才能夠讓 包一個人之威才能夠營業 但是大部分的 時通信都還是賠錢的 那問題就來了 你賠錢要不要做 賠錢要不要做 這問題 如果賠錢你會不會做 賠錢也會做的舉手 你賠錢不會做的舉手 對不對 這就是關鍵 我再問你們一個問題 哪一個政治家 偉大政治家 企業家 跟任何偉大人 他們是不是賺錢才去做事 他們一定沒想到賺錢對不對 這一個想法 憑他們去做 這高橋講的 如果事件需要任命期 怎麼樣 人跟情自己會到 所以問題在什麼地方 你有沒有把這個事情做到位 你有沒有去想像這個世人 是不是真的需要這份賈子 如果你相信是的話 騙了命讓他去編啊 高橋就這樣講的 他說 人不能再這樣亂下去了 人再這樣下去會完蛋的 所以他說 修復社會關係 把農業跟漁業的生產者的價值 讓消費者了解 他說是未來趨勢 而且他說 不這麼走 社會已經有完蛋 所以未來一定有這個需求 所以他們拼命去做 但是我們再想想看 商業模式 我們一開始會做什麼 先考慮會不會賺錢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到齊 要先考慮 這個事情到底對不對 我們敏感度夠不夠 如果夠的話就要去做 但是呢 不能一下子就衝下去 然後搞得自己都傳不過去 所以這個要慢慢的練習 慢慢練習 先回來 日本是比較屬於養生的國家嗎 養生 對 所以他們對於他們吃的方面 他會比較講究 可是像台灣的話 他發生起來了 因為他是 有時候日本人他們比較講究 所以他們會看那個 然後想讓自己吃的跟養生 然後想要台灣的話 這也是我們遇到的問題 非常好 因為很敏感 因為日本家庭廚物都會自己烹飪 現在台灣人大概都不料理了 他就 喔 講到這個料理對不對 料理是什麼 我們以為料理就是烤雞 所以後來我聽我的學生講 料理這兩個字 料理這兩個字 日本是什麼 是要去理解食材 跟背後的意義 所以日本人他們會認真去 去料理這件事情 他們就在怎麼樣 在練習 讓他跟食材跟自然 產生一個連結 所以你講真的 日本反正就是文化 所以他們很快 可以把食中心連結 那台灣人們怎麼辦 對 這我們正在想 你可以幫我想一想 但是我們開始有些想法 因為高橋有一個方向 我覺得是正確的 就是說 只要是努力去修復 人跟人的關係的連結 那個才是重點 然後我很喜歡高橋 他不會說你食中心在怎麼邊 他們內涵 他只要內涵方向是對的 那你要怎麼邊 他大概都很尊重 不一定要那麼大本 又有小本 又有責業 各式各樣都有 但重點是說 我們要把那個 那個人跟人之間的那個關係 把它圓起來是 把它修復 這是重點 那個問題很好 我還在想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OK 那個 像高橋先生那樣 是有一個情報 然後認為做一個東西 對大家很好 認為那個 使同心對大家是好的 但是呢 嗯 就他自己而言是這樣 但是他對別人而言的話 有可能他們如果也是這樣想 那高橋先生是用什麼方法去影響到 身旁的那些人 或者是說 就是只有找到那些 本來就有這個想好的人 沒有想好 謝謝你 因為我沒有把時間空 只要以為講到兩點 你講得很好 CV Identity要很清楚 自我定位要先清楚 你自我定位清楚的人 你一定會影響別人 就是說 高橋先生就是自我定位很清楚 我再看看 很清楚 什麼叫自我定位 自我定位就是說 我舉個例子好了 有一個 Brian Lewis 我把他給大家看個短片 Brian Lewis 他跟我們一樣大 他在小學 他在九歲的時候 他的奶奶跟他講 你不要 你要對我 對媽媽孝順 即便在很困難的時候 要做正確的事情 你不能喝酒 所以他在十幾歲的時候 有一天 他哥哥跟他的妹妹 帶了六瓶啤酒來 每個人都喝 然後請Brian喝 Brian不喝 結果他哥哥說 喔 你還記得那個事情嗎 那個奶奶講的那三件事情 他對所有人都這樣子 然後那個 那個Brian很受傷 他說 因為他 為什麼這樣說 你很特別 對不對 所以你要做這些事情 就是他 他為什麼你 就跟那個美人這樣講 他就很受傷 那Brian話風 他演講的時候 已經是五十二歲 五十歲 他到五十歲都還地久不在 但是想他 說說說說說很清楚 他說說說很清楚的話 你會影響周圍的人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那提到那個 高橋博之先生 我剛才講的是 那個 怎麼去讓大家認同這件事情 他不勉強的 他不勉強的 他所以他會推CSA 自同道合的夥伴 一起來移 所以他不會說 你一定要做 你要這樣做 他不會 你要做他 他支持你 他也不會支持你 大家一起來移 但是他不會說 每天一定要這樣做 但是就回到我整個 其實高橋先生 他 他說不出那個大道理來的 那這就是我講的 課起護理很重要 你自己以身作則 然後身體力行 你一定會感動 周圍的人 慢慢大家都會提 往一方面走 所以我剛才講的 他說我是起手 這個人之間 如果需要正面起的話 人跟情緒會來 表示什麼 你自我定位清楚 你定位會起 那剛才Brian的演講 他十二分鐘 用了 好像是一百萬美金 就是配者裡面演講 演講費最貴的 所以他就是自我定位的 所以這裡有點困難 就是說 那什麼叫自我定位 就是說我們先行這個事情 這個對人世間是有用的 然後我們就用一輩子的力氣 去做這件事情 一輩子的力氣 高橋也這樣講 我也這樣認同 那我剛才講說 不做最大對不對 特別大學老師 我們最常講是不幹 但是我現在慢慢盡量 讓這種話少說出來 然後 如果他是對的事情 已經很困難了 對不對 那我們怎麼樣去堅持 那就是要自同道德夥伴 所以大家如果對 這個時通信有興趣 可以跟我聯絡 慢慢來 不要緊 不鼓勵哪下就是從來很快 但是既然權力要做 就是打死不退 對打死不退 接下來我們到幾點 差不多了 好 不需要問問題 沒有 那我們就用 因為時間是上的關係 那我們就用最熱的掌聲 謝謝那個王爽敏老師 今天有解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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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